我今天聽到的消息 一定要以為是吳釗燮幹的 這件事是蕭美琴幹的 是蔡同學直接指揮蕭美琴 叫蕭美琴指揮舊金山辦事處 把我的護照給沒收的 好 那米奇嘛 咱們梁子再結一撞 不管你當官當多久了 咱們消毒會丟啦 你 70 歲也好 80 歲也好 你總會在台灣碰到我 今天要來談談國籍法 一個在日本出生 爸爸是中華民國國民 媽媽是美國人 30 歲的時候 放棄美國公民 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這樣的過程 到底哪裡有問題 我只能夠從書面上 從法律上去了解 然後打電話問一些在美國的律師 還包括在美國的一些僑借的朋友們 他們給了我非常非常多寶貴的意見 所以今天我不敢說我是專家 但是我要拿出來專門騙人家 我就把這些我得到的基本概念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首先我要說的是 蕭美琴 你不是壞就是笨 我的判斷是你是既壞且笨 不過我這個人一直是這樣 我覺得你有什麼地方被外界給冤枉了 我也是要聽你講話 我這個人一向秉持不以人廢言 不以言舉人 同時我們認為對就對錯就錯 身體上說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再多說就出自那惡者 我也不會因為說我希望賴蕭沛不要當選 我就故意把你的壞的都講出來好的都不講 沒有今天我們持平的來說 首先啊 米琴嘛 有幾個觀念我們要跟所有的社會大眾來釐清 第一個什麼是國籍什麼是戶籍 首先國籍取得的方法有好幾種 以美國來講 美國的國籍呢是屬地主義 你不管你爸爸是誰 我不管你媽媽是誰 我也不管你到底是 你病也 只要你呱呱墜地的那一剎那 在美國本土 或者是在關島 或者是在美鼠的這個這個薩摩亞群島 或者是在維基群島任何一個地方 或者是在多明尼多明尼加 你在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是美國屬地 你生下來就是日本人 美國人 所以你知道在美國的太平洋 有一些小島 那個叫做馬里亞納海溝附近的一些群島 是美屬的 各位可能很少人知道 我很驚訝 我去關島玩的時候 認識一些朋友才發現 他們叫小島人 就是那種很小的島 那島上可能只有一兩百人 他們全部都是美國公民 都拿美國護照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美國屬地 所以他們在那個小島裡面 哪怕整個島上就一百個人 出生 不會講英文 什麼都不會 他也是美國人 因為這是屬地主義 那台灣 那好 我就要來講這個 我家的這些人的狀況 我都很坦白的跟大家講 有人在網路上酸我 那邊酸我也無所謂嘛 對不對 就是我家只有一個 就是 我的兒子是在LA出生 大家現在在討論說 有人在那邊開始酸我 你看當年你不是想去當美國人 我無所謂 我不求公職 我也不需要跟大家表明 我到底愛不愛中華民國 我想我愛不愛台灣 愛不愛中華民國 這個大家可以去檢驗嘛 好 那我當年念完博士 可以留在美國教書 我還是回台灣 那一待就待了二十年 也沒想要當美國人 現在被逼到沒有辦法了 那我 對不對 只要有人願意發給我護照 我都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沒有什麼問題 Bonjour 隨便 所以 就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其實走過嘛 那因為當時我兒子是 在美國出生 那也不是專程去美國出生 那是因為那一年 剛好我太太她拿了這個 美國給的工作簽證 到了洛杉磯去採訪 Angelina Jolie 跟這個Brad Pete 有關於那個 Mr.&Mr. Smith 叫史密斯夫婦 所以他給了個一整年的簽證 然後就讓你去 幫你預約各種訪談 然後讓你在那邊可以工作 可以這個訪問 亞洲呢 台灣他只錄取兩個名額 因為這樣的姻緣際會 所以他就到了LA 來來回回的工作 那也沒有人規定 你到LA就不能懷孕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來來回回之際 後來決定說 好吧 那就到美國去生 因為那時候在 剛好在美國的牧師 就是跟美國的坐月子中心 都告訴我們 他們會提供免費最好的照顧 因為那時候 還算是名人嘛 那後來才有那種什麼 在美國坐月子中心啊 那個坐月子中心後來被踢爆 所以什麼什麼狀況 那是我們兒子已經10歲以後的事 那是後來很後來很後來以後的事情 那還有人因為這個來黑我們 那我都無所謂 好反正 沒關係嘛 今天我們作為公眾人物嘛 就是要面對嘛 人家對你的批評指教是正確的 就心領了 那胡說八道的 那也是他們的言論自由嘛 也不會像蔡同學這樣的 就是動不動就要告人 要通緝人 還要沒收別人的護照嘛 也沒這個必要 好 那今天美國很簡單 美國就是屬地主義 那中華民國呢 好 我今天要開始講回來中華民國 為什麼我說中國台北 Chinese Taipei 我是要提醒 所有在中華民國的2300萬的同胞 不要被溫水煮青蛙 還真以為你是中華民國國民呢 因為國際間不承認 這個你要繼續努力啊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啊 我就舉個例子來講吧 好 今天 我在我的學校好了 我學校有200個同學 只有10個人 叫我彭文正 其他190個人都叫我彭大呆 可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呢 我都對著鏡子說 我的名字叫彭大帥 請問你 我究竟叫彭大帥呢 還是叫彭大呆呢 還是叫彭文正呢 答案很簡單嘛 彭大帥是你自己認為的 彭大呆呢 是95%的人這麼稱呼你的 那彭文正呢 是5%的人這麼稱呼你的 所以 當我走出家門之後 你覺得 我被別人叫什麼名字 不就是彭大呆嗎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因為你每天早上刷牙的時候 叫自己叫彭大帥 所以你就忽略了在外面的人叫你這個彭大呆的名字 你要想辦法把它改過來 這是我跟不管你認為台灣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的朋友們 陰陰的期盼 不要被溫水煮青蛙煮掉了 有一天呢 別人都叫你Chinese Taipei 的時候 你還真以為你叫 Republic of China 或者是你是 Republic of Taiwan 那千萬不要自以為自己是什麼 就認為你是什麼 這叫做RQ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中華民國的國籍是怎麼回事呢 中華民國的國籍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是屬人主義 好 那屬人主義是什麼意思呢 你爸爸是中華民國國民 你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以前喔 在有一個年代之前 因為重男輕女嘛 後來把這法律修了 就是你爸爸或你媽媽是中華民國國民 你就可以是中華民國國民 也就是說 你呱呱墜地那一刹那 不管你領不領情 要不要申請 你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就中華民國國籍來講 你的國籍是與生俱來的 你爸是你就是你媽是你就是 所以 蕭美琴在那個鬼扯什麼吾國籍 胡說八道 他是笨還是壞呢 我覺得兩個都有 待會我們再來分析為什麼 好 再來我要再談一個觀念 那什麼叫做戶籍呢 戶籍這個概念就比較不一樣了 像最近因為有COVID的關係 所以很多在海外的中華民國 有護照的朋友們 戶籍被取消了 那這個戶籍的概念呢 可能就是兩年沒有回台灣 或什麼你的戶籍就會被取消 舉這樣的例子來講好了 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因為我爸爸是中華民國國民 雖然他出生的時候是日本國 因為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間嘛 那我爸爸是民國十二年 一九二十四年出生的 所以他一出生就是日本國 當然後來這個就變成了中華民國國民 那因為我爸爸是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我一出生不管我要不要認 不管我要不要申請 不管我承不承認 不管我高不高興 我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可是我一輩子都不去申請護照 我就不會有中華民國護照 這也不稀奇啊 台灣有很多很多人沒有中華民國護照啊 因為他們不要出國 他就不會去申請中華民國護照 這樣大家聽懂了嗎 還有 如果你不回到台灣 你不涉及 你在中華民國就沒有戶籍 所以護照 戶籍跟國籍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我再講一遍 我一出生就是中華民國國籍 現在護照被舊金山辦事處 我今天聽到的消息 你不要以為是吳釗燮幹的 這件事情是蕭美琴幹的 是蔡同學直接指揮蕭美琴 叫蕭美琴指揮舊金山辦事處 把我的護照給沒收的 好 那Vicky嘛 咱們梁子再結一樁 不管你當官當多久了 咱們修讀會丟啦 你七十歲也好 八十歲也好 你總會在台灣碰到我 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說 那 我有沒有戶籍 跟我有沒有護照 這是兩碼的事 就我現在來講 還有我有沒有國籍 這是三碼的事 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個國籍是因為我父親是中華民國國籍 我媽媽也是 所以我天生就是中華民國國籍 你愛要不要 喜歡不喜歡 你跑都跑不掉 但是我有沒有戶籍 我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我離開台灣兩年了 所以我的戶籍沒了 那我的戶籍沒了 我就要回台灣 我怎麼辦呢 我要申請 就是要申請恢復戶籍 要不然我就要以外僑的 華僑的身份回台灣嘛 這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的狀況最特別 我的狀況就是真正 蕭美琴口中說的那個無國籍的人 可是無國籍的人又要分兩種 我在台灣是有國籍的 有中華民國國籍 但我離開台灣以後 我變成了無國籍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與生俱來 出生就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被剝奪的 也是舊金山辦事處 也是B Kim FBI 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我的 你一剝奪我的中華民國國籍 我馬上去這個聯合國難民組織 我立刻告你 因為這是我的天生的權利 但是你今天剝奪掉我的 是我的護照 那你在台灣沒收我的護照 無所謂 因為台灣很多人根本沒有護照 可是你在國外沒收我的護照 你等同沒收了我的國籍 各位聽得懂嗎 這道理我就舉個比較淺顯的例子好了 如果你今天是億萬富翁 你今天是郭台銘 可是有一天你到了美國 結果你身上提款卡沒帶 存折沒帶 印章沒帶 你跑到銀行去說 我是郭台銘TerryGall 我戶頭裡面有100億美金 TerryGall I'm TerryGall Look at me I'm TerryGall 你覺得有人會理你嗎 因為你無法證明你是誰 不然每個人都去說我是I'm TerryGall 我明天就跑去銀行說I'm TerryGall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我這個比喻再淺顯不過了 就是說當中華民國外交部 住舊金山辦事處沒收了我的中華民國護照 而且你沒收的地點是在美國 你使得我無法證明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偏偏我太愛台灣太愛中華民國 我又沒有其他國家的護照 不像蕭美琴這樣 所以我就變成了Stateless Refugee 無國籍的難民 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 直到我拿到巴布亞牛幾內亞的公民之前 我都是無國籍的人囚 這是千真萬確的 好就蕭美琴這個例子來講 他30歲以前 他沒有回到台灣設籍 並不影響他中華民國國籍的身份 至於他有沒有中華民國護照 那看他要不要申請 這沒有任何的法律上的問題 也沒有跑斷腿的問題 也沒有四處碰壁的問題 所以他從頭到尾在胡說八道 所以各位現在搞懂了嗎 國籍 有國籍不一定有護照 台灣多的是人沒有出過國 他沒有必要申請護照 第二個 你有國籍 你沒有護照 那要看你在什麼地方 你在台灣有國籍沒護照沒關係 你到了國外 你有國籍沒護照 那你就死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證明你是個人吧 你不能證明你是誰 那所以你怎麼上飛機呢 你要從哪裡來 你要到哪裡去呢 好 另外我們要講的是護籍 有國籍不一定有護籍 比方說 比方說什麼呢 有些人在COVID的期間 因為很久沒回台灣 所以護籍被取消了 這就是有國籍而沒有護籍的人 所以蕭美琴從頭到尾在鬼扯 他的狀況應該是有中華民國國籍 但沒有中華民國護照 沒有中華民國的護籍 而不是沒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而護籍跟護照都是他馬上就可以申請完的 也沒有他說那個跑斷腿 而且美國公民沒有限制你 你不能成為另外一個國家的公民 除非你要救另外一個國家的公職 那你有忠誠度的問題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待會我們要好好來檢驗一下蕭美琴 你2000年回到台灣當總統府顧問的時候 對不起 那個時候你還是美國公民 而且你還不是中華民國的戶籍 你是中華民國國民沒問題 但你沒有持有中華民國的戶籍 因為你還沒有入籍 而且想當然了你也沒有你所謂的那本中華民國護照 所以先把國籍 戶籍 護照 而且你究竟在台灣還是在國外搞清楚 大家就不會困惑 大家聽懂了嗎 聽懂請加一 好嗎 也就是說蕭美琴在30歲以前 他是中華民國國籍 他一出生就是 只是他沒有申請中華民國入籍的戶籍 同時他沒有去申請中華民國的護照 為什麼這麼不喜歡成為台灣跟我們一起打拼 這個你要問他才知道 但是當他發現他要去當立委要當官了 他必須要中華民國國籍 他才去申請中華民國國籍 那你說他很有骨氣啊 不喜歡中華民國 那請問你 那你幹嘛來當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講白了 就是有好處的時候加入中華民國 沒有好處的時候 對不起 Sayonara 當我的美利堅和中國的國民 我也不用道德來指責你 因為這種人多得很 只是我希望你當副總統的時候 你要講實話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